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人民网韩国公司的时事中国语教学节目 下面请听一则新闻 跨越80年的互助接力令人动容 日前一批贴友并肩战役 南京与你同在标志的抗疫物资 从中国南京运抵德国 一段时隔80多年守望相助 共克时间的跨国情谊被人们传扬 书写了全球携手抗疫的暖人篇章 前不久69岁的德国海德堡大学医学院医生 托马斯拉贝向中国驻德大使馆求助 急需一种德国已停止生产的抗疫药物 这位托马斯拉贝医生的祖父 正是有着中国辛德勒之称的约翰·拉贝 80多年前 清华日军在南京屠城 约翰·拉贝本着人道主义精神 建起了南京国际安全区 挽救了20万中国人的生命 留下了揭露日军暴行铁证的拉贝日记 约翰·拉贝被称为南京好友活菩萨 一直被中国人民牢记在心 每年都有华侨华人在他柏林西郊的墓前 献上鲜花 80多年后的今天 拉贝后人紧急求援 中国人投桃报李 打通绿色通道 组织协调药品和物资 中国唯一生产这种抗疫药物的 浙江海症药业收到调运单后 当即决定免费捐赠 并很快交到了托马斯·拉贝医生手上 不久 南京方面也得知了托马斯·拉贝的需求 南京药企、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纷纷行动起来 短时间内 620瓶指定药品 200套防护服 3万只口罩等筹措到位 南京还向海德堡市政府 海德堡大学医学院捐赠医疗物资 这场跨越80多年的互助接力 让人动容 在全球战役的特殊时刻 中国人用行动阐释了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这一东方理念 也印证了西燕所说的 患难中的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 从更广视角看 这场互助接力是中外携手抗疫的一个缩影 在中国疫情严峻的时候 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众伸出了援手 当疫情在全球多地爆发之时 中国尽己所能伸出援手 已经向1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提供物资援助 中国医疗专家组逆行出征 持援欧洲、中东、非洲、亚洲、拉美等地区多个国家 病毒没有国界 疫情不分种族 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 再次印证了人类是一个修妻与共 命运共同体的事实 跨越80多年的互助接力表明 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文明之花正在绽放 成为驱散一模阴霾的不竭力量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下次再见